演艺圈当中有不少的明星呢 长得都挺相似的 像周迅 李小璐 汪峰 白岩松等等 那最近呢 又有一组长相相似的演员 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 而且呢 他们都是活跃在一线的女演员 王洛丹和白百合 面对这样的比较 王洛丹倒是挺坦然的 我们分手吧 日前 王洛丹为他主演的新戏 《我爱的是你爱我》做宣传 巧合的是 这部戏无论是宣传团队 还是电影上映的时间 都和两年前 失恋33天一模一样 这难免让人 把王洛丹和白百合进行比较 很多演员 总是还是会喜欢 把你和白百合拿来做视角吗 他挺好的 前两天还特别逗 我们电影要上 然后官博发了一个微博 然后下面就有留言说 你不会又得癌症死了吧 然后我当时就傻了 所以可能到现在 还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他的片子是我演的 我也觉得好尴尬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还是需要给他时间吧 对 有没有想到 怎么去避免这种尴尬 我没办法避免别人像我呀 这是我怎么能避免呢 我只能避免我做我自己就好了 显然面对和白百合的比较 王洛丹不以为然 不过随着近两年 白百合人气不断高涨 戏约也是一步接着一步 无论是从数量上 还是曝光度上 都明显超过了王洛丹 而在观众眼中 二人的风格形象都十分相似 然后有没有觉得 就是他的出现 可以尝换吗 我这钱没少赚 戏没少接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 大家的那个感觉 对我来说我的事业一直都是缓慢向前的 从奋斗开始第一步 然后到我的精神是做主第二步 到杜拉拉第三步 我觉得人生就是应该要曲线的 而且我为什么不允许别人好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不可以别人好 那你看到比如说像他这样子的 可能也会心里有个小小的 羡慕嫉妒恨的一段 不会 我太知道我自己存在的价值了 因为 你 你 我太知道了 我太接受了